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入行论》 今天讲修分别 比之对之 讲这个问题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故应修功行 对之时有之 光辉两天中 能掌瑜伽识 就是讲这个颂词 要对之 我们前面所讲的乐受 苦受 舍受的食指 那么这个食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之呢 当然是依靠观察 观察手的本体 它的对境 它的因缘 最后它的结果 通过这几方面来观察 很重要的 当然这一段当中 主要讲的是手的本体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手 如果我们觉着下来空性 有什么样的利益呢 其实这个利益是非常大的 我昨前天所讲的一样 我们世间当中许许多多的众生 包括旁生在内的这些众生就是想自己获得一种快乐 就是获得一种安乐 然后在这方面就失去了很多经历 所以我们包括人类也是更明显的 世间上的哪一个人 不管是西方人 不管是东方人 大家都是追求的什么呢 就是美好 追求的就是快乐 但是其实快乐和美好都是人们心里分别的一种手 所以这个手的本体如果真正了达 那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的修行境界 所以今天讲要这样的食指对治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受自己的本体不成立的 无有自信的一种空性法 这种空性法 我们先应该在三知识面前听受 然后这个道理再进行思维 然后进行思维以后 空性的这种境界 随时都是自己能观得出来 想得出来 已经修行的境界非常纯熟 到了这样的时候 原来你的相续当中对苦乐特别执着的 那种实有的执着 实有的这种手应该说有所损害 可以说 我们的修行并不是一下子 今天我修空性马上离干坚硬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逐渐逐渐受一些影响 然后潜移默化慢慢慢慢 对你的修行可以说全范围地提高起来了 然后你自己原来的食指 原来的邪见 就是逐渐逐渐都开始消失 这是修行的一种基本的次第和部署 所以我们想 修行这样的空性法门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首先是从人无我 法无我 从这个方法上开始抓起 否则我们一个大范围的要观空性 这样的一种纵向起不到什么作用 应该抓一个纵点 抓什么样的纵点呢 首先是在我上面建立 看所谓的我存不存在 这是在人我方面想 在法我方面 那就是法我主要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是看我们的身体 人们都如是去强烈执著 在这个身体存不存在 然后所接受的感受存不存在 再加上我们的心和法怎么会持有 这些问题上面慢慢慢慢抛弃 最后真正是两了道 诸法无有自信的道理 这种道理并不是说别人说说而已 而自己真正的内心当中生起一种定解 这个时候 我想我们的修行应该说是圆满成功 刚才所讲的应该修持空性要对着石油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样详细细地观察 他在经过多文 观文博学观察的智慧的两天当中 观察的智慧比喻成非常非恶 良好的天地 那么这个天地当中 世间人们所生长的庄稼一样 那么生起了禅定的瑜伽美食 一般的食物对我们的身体作传成长起到作用的 同样的道理通过智慧 通过现观察 然后论坛观察和安住 最后进行安住 这样的一种持地 最后我们禅定的美味佳妖 可以在瑜伽式的相续当中享用 当它享用之后 它证悟的体力慢慢会成长起来 这样以后我们修行 观察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观察的话 瘦的根本是没办法推翻的 没办法根除的 因此很多高僧大德一再强调 不管是苦瘦 乐瘦和舍瘦 这个瘦实际上是轮回的根本 要推翻 或者彻底断除这样的根 一定要通过闻法来拔除 这种根应该通过闻法来取除 所以我想世间上这么多的众生 每天都是不分日业的 精进业业 可以说日日业业当中奔波的是什么呢 就是目的 为了乐瘦 可以说像世间人真的有时候看大城市里面的人也好 有时候是街上的这些人密密麻麻的 那都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追求快乐 像疯狂般的 平民地在这个世界当中开始奔刺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自己在相续当中 获得一份快乐以外 应该说大多数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受无自信的道理一定要明白 明白之后要反反复复地思维 如果没有思维的话 以前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放弃的话 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听闻以后应该进行思索 没有思索的话 也会忘得一干二净 因此以前有个别的道友在佛法方面 还是听受了一些殊胜的教言 但后来一直没有用上 也实际上是没有思维的一种愿意 所以我们这个闻法非常的重要 我看到堪布根和仁波切 《入菩萨行论》的讲义里面就讲了 闻法的功德 尤其是讲这个颂词的时候说 闻法的功德非常大的 加斯佛出世的时候的那些闻法的众生 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都获得了圣地 都获得证悟变成圣者了 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面 听受佛法的这些人 将来弥勒佛出世 在这个时候都获得圣果 所以我看了这段文字之后 真的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不管我们在座的道友 有些可能学得非常不错的 有些没有那么高的热情 但是基本上每天也是完成 自己的功课和所听受的法要 实际上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表面上每天都是听一堂课 好像也看不见什么 摸不着什么 但是我们摸不着 看不见也不一定是没有的 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理念和功德 一直随着我们心的相续 最后获得成就 所以说 闻法的功德 真的也是相当大的 以前应该是《见追经》吧 《见追经》当中也是说过 我经常引用过吧 法王如意宝也是以前特别喜欢用这个教证 《为师讲法时急故敲见罪》 闻声或解脱 何况去听闻 有这么一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为了开始佛法 有人通知大家 然后即打鼓也好 或者打尖嘴也好 或者我们吹海螺 凡是对大家通知 这样的时候 这个声音如果听到的话 那么这些众生不需要堕入恶趣 而获得解脱 那如果仅仅通知吹海螺 或者吹苦的声音耳边的众生 也是这样的话 那真正前往到那里去听受佛法的人 更不用说了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每次要求 传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让大声地吹海螺 因为当时海螺的声音 谁听到都得到解脱 再也不会转恶趣 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当然有些城市里面吹海螺 或者吹大鼓 这种现象可能是没有的 但我有时候想 比如说 今天我们在哪一个地方要集中 听课 这个消息给别人发信息也好 现在我看到很多通知的时候 都是打电话 但其实电话的铃声听到的话 那众生也应该不需要堕入恶趣 可以这样理解 应该是这样 为了听法 给别人打电话 但有些居士都是舍不得 我为了通知十个人 我每天要打十个电话 那会不会我特别吝啬 其他的一些世间法方面 他打电话 讲几个小时都是一点都不自作 其实这是一种颠倒 真正为了听法 我想只要有一点条件 打多少电话 有多少个经济支出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尤其是听闻佛法的这些道友 帮助他们供养一些作典 对他们提供一些饮食 这种功德真的很大 外面的一些居士 有些提供道场 自己家里的小小的屋子 接给大家 让大家听课 有些条件比较好一点的 每天都是给他们提供水果 宽泉水等等 我在汉地的时候也是去了机甲 我突然心地看了一下 他们上课的状况怎么样 我也悄悄地从门后面进去 跟着他们已经听了很长时间 然后慢慢知道他们听课 有些状况 但有些真的功德很大的 其实真正我也是这样想 比如说一个家里卖了一百万的房子 如果你没有用到佛法方面 每天都是家里的人吃吃喝喝在那里 你用的一百万 就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如果你哪怕是一堂课 在里面听了一堂课 我觉得这个房子 你花了多少钱也是值得的 希望以后应该 我原来在我们学院当中 也是说过 谁提供一些辅导 提供一些讲经说法的 所有方便法 都是直接成为解脱的因 直接成为解脱的因 有些居士给我供养一套房子在成都 当时慈正罗主堪布他们 因为放生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让他们住 后来我有一次打电话给他说了 你可不可以在里面穿一节课的法 如果长期不一定方便 但是我想这些居士也是钱的来源 来之不易的 光是房子放在那里 我是作为一个凡夫人 一点也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供养全是浪费的 但是他们这些上师们住在那里放生 也是有功德的 但我想如果一天讲一堂课的功德 应该他的房子花了多少钱 也是值得的 后来我就特意打电话 但后来好像穿法都是没有穿 只穿了八观宰戒 也可以吧 应该是有意义的 这是我个人来想 看谁有了很多的金钱也好 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如果用在听闻佛法方面 那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有时候看见一些居士 出家人 他们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感觉他们口口 每个人买一瓶矿泉水 那这个功德跟平时的功德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是乔梅仁波切等很多的高僧大德 也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尽心尽力地 听闻者要提供方便 这是弘扬佛法的一种表现 以后也不要讲 我现在房子不空啊 不行啊 我家里的人不同意啊 不行啊 那你们来的话 人很多了 对我印象不好啊 其实真正弘扬佛法的人 自己什么样的理由都是可以有 可以跟家里也好 很多方面可以提供方便 如果自己心里不愿意的话 那也可以 你在家里面杀盗 阴亡 什么非法的事情 家里也是非常支持的 喝酒啊 抽烟啊 打麻将啊 这些你是最好的一个道场 然后让你讲一堂课 这样的方便法 家人都不同意的话 家人也是很可怜的 但是世间人 各种各样的情况应该是有的 不像我们寂静山里面的一些道场 大家都是对佛法有很大的信心 不是这样的环境 应该说有不同的差别 不管怎么样以后我希望 凡是弘扬佛法的 尤其是听经闻法这个功德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他的重要性 可能你们也记着吧 法王如意宝 他的传记当中都有 黑山羊的故事 当时法王如意宝 以前在文革期间 在寂静的山里面放山羊 那时候潘水上师 有一个黑色的山羊 他开始好像讲了十六年吧 十六年当中跟上师一起 上师也是有时候念显宗 密宗的一些教言 在他的耳边念过很多很多 非常殊胜的经典 但后来 黑山羊已经去世了 法王经常思念他 他到底转生到什么地方 但后来大概八九年 八九年一月二十四号 好像记得这个时候 一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 法王在作禅的时候 前面出现一个非常庄严的天子 后来这个天子跟法王开始交流 说他是黑山羊的花生 他去世之后到香巴来 应该在芒格巴法王面前 听受十轮金刚的法要 最近在东方西行刹土 麦彭仁波切的花生面前 开始听受大乘的佛法 当天上课的时候 法王给我们讲了 即使旁生在他们耳边听受佛法 那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 更何况说 我们人有意乐的 有希求解脱的心 这样的人更不用说了 他的功德安徽论师的功德 安徽论师当旁生的时候 这个文法的功德 我们可能人人都应该知晓的 人人都清楚的 还有我记得 好像在《徐高僧传》里面 有一个叫做圣安禅师的故事 这个也是很感人的 当时圣安禅师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 但后来他一次 好像在王无山 给二十多位僧众 传授《大涅槃经》 传《涅槃经》的时候 当时有一只野鸡 经常在那里听到佛法的声音 然后僧众吃饭的时候 他在那里迷失 经常跟僧主共住 很长时间 因为《涅槃经》比较大 讲经的时候经常在那里 但后来 最后三卷讲的时候 野经已经不见了 说是已经去世了 然后禅师也说 他应该获得人身 再过几年以后 有一次僧众和禅师 一起到外面去偷陀行 化缘 在这个时候当时 圣安禅师亲自到一个园子里面去 说是原来我们的野鸡 也许转生到这个人 到这里来 当时他们一进门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女孩出来 然后看见圣安禅师之后 非常有欢喜心 开始顶礼膜拜 家里面的人 也看见女孩子的表情 让她们入内应供 应供的过程当中 圣安禅师问那个女孩的名字 她叫做野鸡 为什么她叫野鸡呢 他们说是 因为这个女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她的头发就像野鸡的毛一样 这样以后 给她取名为野鸡 后来禅师已经讲述了 她旁生听闻佛法的功德 转人身的一些道理 之后 这个女孩子也是非常感动 不管怎么样 她非要出家 经过家里也同意了 最后在禅师面前 还不断地闻法 然后这个禅师经常讲《涅槃经》 他讲《涅槃经》的时候 前面的几瓶 可以说是一文前五 全部一点都不费劲了达 然后到侯三眷 因为侯三眷以前当夜鸡 没有听的原因 茫然不知 这个法意非常陌生 很难解 但后来这位女宗出家人 在十四岁的时候 给别人讲经 因为有前世的因缘 完全不相同的 十四岁的时候 给别人讲经 然后《涅槃经》的很多人 在他面前皈依 听受佛法的人非常非常多 在历史上来讲 也据说是很有名的历史 我当时想 真的是当时夜经听法的时候 没有这种意乐 只不过是他在那边招持的 在耳边这样听到 我们这些听法比肯定强多了 有些道友都是说了 我现在在法师面前 整天都是完成任务而已 什么都听不懂 但听不懂也不是特别的 怎么说啊 起码也是有一种意乐 所以我们即生当中 不管是你明天讲的 《现观庄严论》也好 以前讲的一些五部大论 包括一些经典 你可能一点听不懂的 但是这次你好好听 那下一次不会那么困难的 应该不管背诵也好 什么事情都很容易的 这次有一种好的愿解 如果你这一辈子也是没有好好地听 今天断传承 明天不想听 那这样下一辈子 不一定遇到佛法 即使遇到 有些道理也不会了达的 萨迦班达达在《观察佛法评》里面 所讲的一样 我们有些愚者 因为愚笨的缘故 更应该听受佛法 听受佛法非常重要 以前《记得涅槃经》当中 也有三种人的描述 有一种叫盲人 因为盲人从来都是不闻何法的 不知取舍善恶的 这种人比喻成盲人 还有一种人度目者 也就是说只有一只眼睛的 一只眼睛的 暂时虽然去听的 但是听法不圆满 或者说法意不取思维 这是相当于 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种 双目齐全者 只是既要听受佛法 又要全身关注心地 开始思维他的法意 精精修持 身体理性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第三种人 大家遇到这么殊胜佛法的时候 应该自己也是 尽心尽力地去修习 尤其是我们现在遇到这样的薄弱空性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薄弱经当中也是有比喻的 比如说 一群商人到森林当中 无垠光阔的森林当中 迷失法相 找不到边界 后来听到牧童的声音的时候 他们知道森林中间不会有放牧的人 应该到了边缘了 会得知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三界轮回当中 无边无界的旷野当中 一直漂泊 一旦遇到薄弱法门 对认识了空性的时候 那就证明了 我们现在要接近 离开了生死轮回的边缘 应该要与解脱的彼岸 不远了 会有这样的比喻 因此我们即生当中 遇到大乘的空性法门 应该说很多道友 有这种善分和佛缘 有了这样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正地对待 尤其是听法的功德 听法的一些意义 现在很多人都说 好像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明白所谓的听法 好像参加一个开会一样 或者参加一个研讨一样 除此之外 并没有特别地去重视 所以我们一定要 对他的价值观上面有所认识 你如果真正知道 是他的意义 那就是希望解脱者 明智者不会依然放弃的 那么下面讲受的应酬 也是分三个方面讲 分三个方面讲 首先破根经相遇也是中破相遇和破未成相遇 两个方面讲破根经若见格 彼尔增相遇 证慧五个皆成义 谁服欲于谁 这个颂词前面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世间上很多人喜欢快乐 比如说 我们觉得有个很好的衣服的话 依靠衣服柔软的出觉 自己的身体能相依以后 我会快乐 很多人也是这样讲 或者我看到非常精彩的节目 通过节目的表现 让我的眼神或者心神带于快乐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和做法不合理 为什么呢 如果有一种快乐 首先我们观察它的因上面 如果它的因上面都是不成立 因所得到的果更是 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样以后人们经常认为 依靠接触而获得的快乐 的确是没有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如果你把这一段学得很好的话 我是这样想的 很多现在沉迷于一些感情的网当中也好 或者说 有些对生活和对现实的一些名为利养 特别执着 那这些执着的根源 全部都会灭除 所以这个修行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如果我们观察很容易 根和经有没有间隔 如果有间隔 怎么会相依 如果没有见过融入一体 又是遇到谁 谁怎么遇的 所以我们平时身体接触非常好的 柔软的衣服 大家都觉得很快乐 是这样想的 或者我的耳根听到了歌声 认为歌声跟我的耳根起作用以后 很快乐 是这样想的 其实这是一种分别念和一种妄想而已 真正去观察的时候是没有的 怎么没有呢 我们去详细观察 首先是你的六根 六根当中一根下面单独破析 我们首先说 掩耳必舍生 五根 然后这个经的话 舍生相为除 有五个经 那么这五个经和五个根 不管是掩饰也好 二是必舍 哪一个所带来的这种果呢 首先要观察这两个根和经有没有接触 或者说 根和经之间有没有间隔 如果说有间隔 那怎么会是根和经相依呢 比如说我身体接触外面柔软的衣服 那衣服和我的身根之间 有没有间隔啊 就是里面可以 还要装很多围城 还有些不接触的地方 有没有呢 应该是有 如果是有的话 有间隔的原因呢 怎么会是他们两个相遇呢 因为中间有间隔 中间有间隔还要成为相遇的话 那东山和西山也是相遇 北山和南山也应该相遇 然后美国人和中国人也应该相逢 有这个过失 这种谁也不敢承认 如果你说 我的身根跟外面的衣服没有间隔 如果没有间隔 那我的身体就变成衣服 衣服就变成身体 那这样的话 衣服和身体融入一体 只有一体的话 而一体的话 怎么会有互相接触 互相相遇的机会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 一块石头 石头他自己对自己的接触 这是名言当中 也是不可能有的 自己对自己接触的话 那世间当中也是老的小话 绝对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以后 我们可以观察 一切万法表面上看来 我们的根真正是能见到外境的 但实际上见也不能见 听也不能听 接触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一种虚假的 圣天论师也说了 若见品色是非能见一戒 见证者所评为可现见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正能见到瓶子等等 那就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瓶子的部分 还没有见的地方 还没有见的地方 它的很多之分 我们没有见过的 所以从过详细观察 有智慧的人 有见证者 谁也说是看见瓶子 可以先念简单的 我们表面上 好像认为是我们亲自见的 其实眼睛也没有见过舌法 耳朵也没有听过声音 身体也没有接触过外面任何的对境 这样的观察方法 当然是非常顺耗的 我们一般人恐怕观察起来 被成立在这样一种迷乱的现象当中 所以一下子 对这个道理可能不信的 以前那个量解禅师 他也是刚开始小的时候 天天都是读心经 读心经的时候 无缘而彼舍的时候 他就接受不了 他就问一个师父 他说 为什么佛经里面说 明明有眼睛 耳朵 鼻子 说是没有 后来这位上师 有点不能直接回答 他介绍另一个禅师 这个禅师就讲了波罗空性的意义 后来他已经开悟了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 在名言当中 我们现象的像水泡一般的对境也是存在的 眼根也是存在的 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虚妄的 不是真正的本来面目 现在我们要懂得真正的本来面目 那你可以说 根和经之间一定要通过这样的观察 我们有些贪欲比较大的人 觉得是对外面色法的执著 或者声音的执著 或者味道的执著 就很多方面有很多执著 但是这些执著 按照居士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根和外境也好 或者现在的医学和生理学里面所讲的那样的 我们的感官跟外境通过接触或者不接触 相语不讲语的 这种观察方法 那无论是世间法的角度看 然后还是从佛教的角度看 都不能成立真实的一种存在 正因为是这样 我们前面也是引用过 《三摩提王经》的教证就是 燕儿比飞粒 生舌亿也飞粮 生舌亿也飞粮 然后如彼等为粮 生到虎所亿 如果真正的燕儿比辞生 真正会成为粮的话 那么生到虎亿谁 生到怎么会有意义呢 所以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 也不是真实的 耳朵听到的不是真实的 这个道理应该很重要的 否则我们这样的观察 没有深入的了解 你表面上看 眼睛跟外睛碰了没有 没有碰的 有间隔没有 没有间隔也不行 有间隔也不行 那这是一种矛盾而已 你对中观的甚深道理 应该通过自己的一种体会 我希望很多道友 真正每一个颂词 他的甚深意义 自己不但要明白字面上的意义 而且还会推断 你平时去思维 最后你真正知道 哎 佛教里面说的 真的是千真万确 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你眼睛跟外面碰也不行 不碰也不行 眼跟外面之间有间隔 无间隔 这种观察方法是非常敏锐的 非常尖锐的 那任何一个科学家 也是没办法推翻的 因为真理推翻的科学家 非科学家了 那不是现金的科学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真理应该是 学佛的人 不学的人都是完全明白 都可以完全明白的 可是有些持有邪见者 他道理上是说不过去 但是他就说是不相信 你不相信是不要紧的 但我们真正用真理来看看外境 怎么会能享用 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再三地去观察 那么下面破未成 相遇 有些人可能这么想 互相相遇应该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磕头的时候 合掌 合掌的时候 左手和右手可以接触 然后世间人身体与身体 互相拥抱 互相接触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还要按照右部纵的一些说法 外面外境的城和根的城 因为根是舍法的原因 这两个有时候也有接触的地方 所以接触应该是存在吧 这样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层层不享若 无间等大果 不若则不和 不和则不语 那刚才你所讲的这样的外境根 石或者根相遇的 这种说法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外境的城 色身相外都可以安理这个城 然后我们掩盖二根 必根的话 也可以有这种根的城 这两个城是不是互相融入一体 如果没有融入一体的话 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样 具极个别的部分 还没有真正的接触 比如说我们合唱 前面的书两个接触在一起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这个没有接触 完全接触的话 那你左手和右手的每一个位层 一定要碰上 但是这个位层并没有 中间有间隔的 如果没有间隔的话 你合唱以后 手粘连在一起了 再也打不开了 应该是这样的 正因为他们两个没有接触的原因 我们随时拉开的时候 完全可以 这说明中间还是有间隔的 如果有间隔的话 刚才那样实际上是没有相遇的 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 这个城里 左手和右手的城也化 或者我们的圣根跟衣服的城 这两个是不是互相相融 融入一体 就像水里面倒牛奶一样 融入一体 这个是不能相融的 为什么不能相融呢 因为这两个围城没有其他的空间 只有自己 比如说 根的围城和外境的围城 它是各站自己的位置 它自己有分还是无分的 如果说是有分的话 那么自己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可能站别人的位置 如果是无分的话 那须米山也是变成一个围城 我们前面所观察的这样的果实应该存在的 所以如果是有分的话 就像我们两个馒头放在一起 那一个上面加上一个的话 这不叫融入一体的 因为各站各自的位置 自己不能站别人的空间 不像我们一个馒头 装在一个塑料袋 那就可以放在里面了 但是两个位置放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互相都是不能融入一体 因为自己的体积还是保持着 这样一来 没有办法相融的 如果他们两个没有融入一体的话 实际上这两者还没有这个会合 我们表面上看 好像这两个会合 但实际上各站各的位置的原因没有这个会合 如果没有会合 这两者没有相遇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身体对衣服的接触根本不可能 只是认为你靠近衣服的时候 你自己感觉我已经获得了对境的温暖 或者他的处觉我已经得到了 这是我们非常可怕的一种迷乱错误的观念 很多众生根本不知道 认为人与人之间接触以后也带来快乐 比如说男性和女性互相拥抱 认为也获得了一种处觉的快乐 或者说我们的耳根听到外面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声音的时候 你认为你自己的心里面已经带来快乐 其实这些全是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的一种分别 假象 诸法应该都是这样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萨摩帝王经》里面说是 如人在山谷 隔口烟消香 闻声不可得 诸法亦夫然 我特别喜欢这个教证 因为很多外境也好 现在我们自己认为的现象真正与你听到的空谷声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人在空谷当中 不管是你唱歌也好 哭也好 笑也好 这些声音同样都有一种灰声 但是这种灰声你真的去寻找的话 在对境上也是找不到的 你自己人生当中也是找不到的 只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哇哇哇的声音 同样的道理 我们眼睛看见的这种设法也好 我特别执着 喜欢的这种对境 只不过是我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作为一种因 主要它在指派 然后就起这样的分别念 其实这个分别念很多都不认识 随着这个分别念就疯狂断地 在这个世界当中一直开始奔跑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好 或者根根外境的这种接触 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一般在任何高等的学校 你到豪福大学也好 清华北大也好 哪里居 可能世间的一些远离和知识应该是有一些 但是真正像这样 全面地观察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和意义 这种教育的确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始终觉得 我们现在世间对人生观和宇宙观 是一个平面的评价 而佛教不仅是对这个食物的平面了解 还有包括它立体的 全面的 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来去了解的 就是佛教对这个感受 仅仅是一个感受 它的因是怎么样 果是怎么样 然后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样 真正它的作用 因缘全部都 按赞生我们众生面前显得是什么样 最终它变成什么样 它的真相是什么样 这些问题都有非常完整的一种解说 这就是佛教的伟大 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 佛教当中 世间上所有的 包罗往前 形形色色的知识全部都可以包括 而佛教的这些理论 任何一个科学的原理也是不能涵盖它 为什么呢 我们无理学能不能涵盖佛教呢 绝对不可能 这是我们昨前天所讲的那样 像量子 夸克 极个别的与佛教 但是如果你再进一步地去研究 这个无理学家也是还没有跟上真正佛教的思想领域 因此大家一方面确实对佛教 要产生非常坚定的信心 我个人来讲虽然学得不是很好 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想的 一辈子当中哪怕是来了成千上万的智者 说佛教的说法是不合理的话 不可能推翻我的见解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多年努力 最后真正发现到佛教的智慧 可以解释世间上所有的学说 虽然我们也并不是懂得全世界所有的学问 但是基本上开阔性的了解还是有的 物理也好 法学也好 现在的工业商业 不管什么样的宗教大概大概的也看过很多书 然后也了解过 但是真正佛教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一种 非常崇高的一种知识 希望不要顺顺便便地认为佛教的道理是不合理的 这种说法可能现在都是没有的 因为现在的很多人忙着生活 一直目光转在金钱上面 一直停住在金钱上面咕噜噜地转 而并没有像古人一样的沉思 一直对学问深思研究 这方面的人不是很多的 所以说也许可能想也没有想过 跟与金之间旁也可以 不旁也可以 只要是我每个月的工资能保证的话可以 只要是我生活费能足够的话就可以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可能会是不是这么想的 但这个也不行的 人仅仅是有了吃的 有了穿的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的话 那这个跟牦牛没有什么差别了 撒迦班智达也再三地说过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应该要想到一些未来的解脱 然后要想到现在物质真正的真理是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来 才能掌握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 下面颂词是 无分二能与云和刺有力若见轻死我无分相遇成 下面就是说 通过我们这样的观察以后 也叫做即位吧 最小的位成 最小的位成可以说是变成无分了 那么无分的位成当然有分的位成不可能接触 有接触的话他们两个之间还没有接触的地方 所以没有接触的地方不可能成为互相相遇 不能这么说的 比如说两个小小的位成接触的话 就像我们合掌一样可能一边他承认为是接触 但是他的东边 西边还有另几个边没有接触 所以这个不叫真正的相遇 那这样一来要是有一个接触的话 应该有无分为生的接触 但无分为生的接触 即使接触又是无分为生 那这样的现象应该说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通过理论观察 也是不能存在的 所谓的无分为生其实也是不好找到的 我们无理学的一些角度来讲也是 现在有些职者虽然认为 他所谓的场 最小的单位是存在 但是真正存在的理由还不是很具足的 我们前面分析过一样的 所以如果有人真正找到了无分为生 如果有人不管在你的家里面也好 钱包里面也好 或者找到了一个无分为生 齐天菩萨说 你可以给我看一看 然后我再分析分析 看两个无分为生 不管是你的碗里面也好 任何一个方向和范围当中 如果找到的话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能了解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是非常有种讽刺的语气 对有始终说到 你们所承认的无分为生 其实是不常理的 用量也是不常理的 我们原来讲《中观传言论》的时候说了 虚斩火环绕 无间住一二 昨前天有个别的道友讲的时候也说了 外道认为是最小的机位 粘连在一起 还有右部宗认为是环绕 环绕经部宗认为无分为生 以无有间隔的方式来安住 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的 经理论师也说了 极为如何成 无分为意性 意思就是说 你所承认的这个机位 怎么会以无分为生的方式来形成呢 这是怎么会以这种本体存在 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已经讲得比较清楚的 所以我想很多人认为无分为生成者的这种道理是不合理的 圣天论师也是当时讲了 所谓的无分为生根本是没有的 当时约成论师《四百论》的讲义里面也是说了 所谓的无分为生 外道的有些瑜伽是认为 他们的田园和瑜伽神通来见到的 后来讲义里面回到的时候就说 这是一种颠倒的形式 麻法本来不存在的话 麻法怎么会是已经发现了 同样的道理 你们所说的无分为生的存在 绝对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大家应该知道 无分为生如果不成立 那根和精之间的相处 这个是没有的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我们人们经常认为 我今天看见了很好的东西 我在商店里面 买了一个很好的小娃娃 塑料娃娃 这个很好啊 我今天看了一个电视 特好看啊 这是我们一种迷乱的形象 真的是 只不过是没有观察的时候 人们都这样去认为的 但实际上全是轻和性的 非常可怕的 但人们认为真是存在的 因为你无分为生没有成立 就不可能 无分为生 如果有相同的成立 你也可以找到外境 这是我们自己 也可以想一想 比如说我真的对衣服 认为这是很舒服 那其实衣服的微尘 跟我的身体的微尘 这两个是不是粘连在一起啊 如果是的话 那我的衣服变成我的肉 然后肉变成衣服 那这样真的我能接触 我已经融入到衣服当中 衣服的所有的每一个特点 我直接享受也是可以的 但是衣服和我的身体之间 一直是有间隔的话 说明我还没有品尝到它的真正的本来面目 因此我们人们有一种习气 就像磁铁接近铁的时候 它一种心一样 让我们对任何一个 它自己分别串习的对境 稍微接近的时候 认为 我已经感受到对方的快乐 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世间男女之间的感情也好 或者外境的任何一个 摄生相闻的接触 全是一种迷乱 原来我遇到一个法师 他现在对密法信心特别大 以前他特别喜欢英明 他经常说 你讲英明的话 不应该 应该讲大圆满 后来我说 你不是原来特别天天喜欢听英明吗 他说 我那个时候正在迷乱 那个时候正在犯错误的时候 我现在很后悔 当时我应该学密法了 那个不算犯很大的错误 但是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外境的执着 因为外境的执着存在的话 外境当中所产生的恼和苦 很多的受觉自然而然会产生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有的 不用让别人来了解 自己在对外境的执着当中随时都会出现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下一个颂词 颇语诗相语 一时无舍舍 欲经不应力 具意无事故如前应观察 刚才我们无根跟外面的无境不可能接触 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然后现在说 无根都是没有跟外境接触 因为根是微称 极为 外面的无境也是极为 这两个极为通过刚才的观察方法 确实不能接触不能接触 不能接触不能享受 不能享受的话不可能从中获得快乐或者痛苦的 所以我们另一种方式对方认为 我们的心是跟外面的接触吧 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比如说眼睛的眼神 能接触到外面的色法 而是接触到声音 或者说我们的意识跟外面的法直接接触的原因 然后产生枯萝质感 这样认为的话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我们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 所谓的意识没有颜色 没有形状 没有身体 没有眼耳鼻色 什么都没有 所谓的意识 科学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佛教当中也是无形无壮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你的意识既然没有任何的心体 那跟外境怎么会是旁壮呢 外境怎么会接触呢 不可能的 我的意识跟外面的色法怎么会接触呢 我一直是没有形状的 外面的色法有形状的 如果这两个可以接触到 那我的手可以抓住虚空 或者我这个手授权狠狠地打十女儿子的脸上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 不可能有的 我跟十女儿子打拳 打少林供 有没有啊 可能有些人认为 所谓的十女儿子也是一个小孩 那是错了 不是十女儿子 如果意识根本没有任何这种心体 那怎么会跟外境相处呢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对方说 意识单独跟外境接触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一般的一些论典当中 也这样认为的 一个是根 还有外境 然后是作意 以心态 这三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可以产生快乐或者痛苦的感觉 所以这种因缘聚合应该是存在的 对方这样认为的 那这个说法也不对的 所谓的聚合也无有事宜的 那么这个道理 我们前面也已经分析过 前面什么 束缚之举骨 离当成合物 从开始收的话 所谓的手指等等几举 怎么会成立这个数 然后一直如空无为尘的推理 前面都已经分析过 这样一来 那我们所谓的聚合 严根 外境 还有心事 这三者聚合而成的这种说法 也是不合理的 全是一种因缘 当然如果你承认这个因缘 那么不可能是石油的 就是龙猛菩萨也说了 因缘所生法 我说石是空 我说即是空 如果因缘聚合的话 佛陀也在佛经当中已经讲了 龙猛菩萨也是说了 所以他必定是空性的 不可能有石油的 所以圣天论师也是说了 说眼中无有石 石中也无减 他这里面也是当时破之因缘具足 色中而具有物 彼等何能见石 他这样的道理就观察 比如说眼中产生石也不可能的 始终产生劫也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种功能 还有作意来劫也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因缘聚合 其实在每一个上面不存在功用 那一个上存在就不可能的 比如说三个人居住 三个人每个人都是穷贯蛋 一分钱也没有 然后三个人居住在一起 准备买一斤白菜 也没有办法的 同样的道理 你严实上也没有见戴经的作用 眼根上也没有 对境上也没有 作意上也没有 这三个因缘聚合的时候 也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因缘的聚合 这道理上根本不存在 但是正因为是空性的原因 在世俗当中 很多的规律可以显现 这就是非常稀有的一种规律 因此我们观察这样的法 最后要得出一个结论 得出一个结论 一切万佛本体上真是空性的 只不过我们众生还没有了悟到这一点 每天都是在忙忙碌碌地沉迷苦喊 或者奔执自己的对境 没有了到这一点 如果当我们真的了到的话 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 我们可以享受禅定的美食 每天都是住于一种在世俗当中来讲 安住一个如梦如幻 非常快乐的境界当中 然后在生意当中 不执着任何的香 不管是乐的香 还是苦的香 观察这个本体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这样观察以后 可能很多人平时对 比如说蓝女香的一些执着 在自己对境的一些名闻力量方面 特别执着的话 你真正通过这样尖锐的推理 反反复复地观察 最后我刚才说的法师所说的那样 噢 我以前真的是处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当中 我以前因为没有学佛 没有学大乘佛法 没有了解空性 很多事情特别地去知之 尤其是现在这个人对真正的快乐 不管是身体的快乐 心内的快乐 不断地去追求 非常非常地想获得 但是最后适得其烦 并没有真正很多人的快乐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没有找到终点 如果你找到它的根本 那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 获得了人生的快乐 当然这种快乐实际上也是这里面的一种香 这种名言当中如梦如幻的快乐 我们也可以写酒 但如果你生意当中 真正懂得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道理 不会比各种迷乱的束缚 始终缠着自己 应该在有意义地度过人生 利益众生 今天就是学习到这里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